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结束 这场战役打了将近三年 战争结束了 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也都分批次的回到国内 这些志愿军回国后的安置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继续留在部队 另一种是退役回家 我们今天所要了解的 是一位回国后因病退役的英雄雷宝森 他1953年被授予人民一级英雄称号 并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韦宝森1924年在河南出生 25岁参军 并且在这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响 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日愿军是第二十六军七八师 二三六环九连四班班长 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 他选择退役回家 回家后他很难找到事 和自己的工作 最后在河南人民政府的招待所当了一名招待员 后因一篇报道 改变了当时的生活 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作战对象 主要是美军 美军的武器装备十分精良 他们用装甲车及坦克进行战斗 志愿军的武器远不及美军 在这劣势的情况下 雷宝森率领九名战士 拿着凡坦克手雷去炸坦克 通过他超凡的谋力 和所有战士的英勇奋斗 美军的十一辆坦克 在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内 就全部被炸毁 并且我军无一人伤亡 由此 他的班被称为凡坦克英雄班 但在第二天的七封山防御战中 这个令人敬佩的班 与敌人展开白阵战士 大都壮烈牺牲 最终只剩下两个人 他和另一位战士周世武 带有重伤 他在掩护周世武滑下山坡撤退后 跳下悬崖 部队的人都认为他已经牺牲 并且还为他举办了追悼会 1956年 人民日报刊登了 第26军政委李亚文的一篇回忆录 其 内容是赞养的一位班长 这位班长创造了 我军一个传奇的战斗记录 率领九人报废了 敌军十一辆坦克 并无一人受伤 扣阴检护一名战友撤退后 跳崖 如你所想 这篇报道的主人公 就是雷宝森 报道一出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在人们缅怀英雄的时候 另种消息逐渐传开 那就是英雄可能没死 河南政府的领导觉得 在招待处的招待员和报上所说的英雄很是相想 经过一些人的回忆 当时这位招待员找工作时的情形和所说的身世背景 再结合他身上的许多伤痕 最终确定他就是报上所说的那位英雄 河南政府将此事上报给中央 整个中央都十分震惊 后来据了解得知 雷宝森在跳崖后 被两个朝鲜老乡所救 先送到野战医院保住了性命 后被送回国治疗 他身中四颗子弹 有一颗在腿上无法取出成为了永久的印记 得知雷宝森没死的消息 中央领导立即派人将其接到北京 彭德怀元帅将他请回家中吃饭 毛泽东主席握着他的手说 他是志愿军作战史上的骄傲 后来雷宝森就回到河南担任蔡县人大常委 正写常委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计划 字幕继 log再在这里 字幕继继被扩披支持 郎